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志祥出轨新闻之后的第一条相关新闻 这可能也证明了他最近的低调形势 就在今年的4月份 罗志祥的女朋友网红周扬青突然在微博上发表长文 文章控诉了这些年来罗志祥是怎样管理时间 游离在多位女性之间 并且维持时间之长一直没有让周扬青发现 也就是说罗志祥长期出轨 文章一出引发网友热议 也打破了这些年来罗志祥塑造的完美形象 在大众眼中 罗志祥是一位被称作亚洲舞王的全能艺人 也是上综艺获得出去的MIM 也是幽默感十足的主持人 他这些年来转战大陆 前期依靠严敏M极限挑战圈了好多粉 还为其中的人设发表新歌 可以说是挺火的辣 像他这个年纪的台湾男艺人火的还真是不多 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事业上顺遂的他也常常在极限挑战中 被其他哥哥Q到女朋友周扬青 老实讲 不关注网红的普通人真的不知道周扬青是谁 但是两个人就是莫名其妙的成为了男女朋友 谈起了恋爱 还在微博上官宣 周扬青和罗志祥谈了九年恋爱 可以说一个女孩最好的年纪都给了他 这九年来 周扬青也从来不在网络上炒作自己的恋爱爆点 不借罗志祥为自己的事业护露 还经常去台湾陪伴罗志祥和罗志祥的母亲 甚至在社交平台上 以京城罗志祥的母亲为妈妈 其实罗志祥对周扬青也是真心的 他不止一次的在媒体上表明自己本来是一个不婚主义的人 是周扬青的出现改变了他 他愿意和周扬青结婚 谈恋爱的这段时间两人都很低调 罗志祥忙自己的工作 周扬青也专注于自己的网店和网红事业 虽然网友纷纷指责他整容 但是他也并不在意这些言论 只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但是低调换不来幸福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周扬青偶然发现罗志祥 还有一部专门撩妹的手机 然后决定马上分手 丝毫不拖泥带水 还牵扯出了跟罗志祥有交集的蝴蝶姐姐 如今罗志祥消失在大陆节目中 就算付出也大抵会遭到网友的抵制 估计只能在台湾继续自己的演戏生涯了 估计只能在台湾继续自己的演戏生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